主日三分钟 天主教教理重温 卷四 基督徒的祈祷 第三章 祈祷生活 第二条 祈祷的战斗 天主教教理指出 祈祷是一场战斗 我们需要面对自己和他人 对祈祷所怀有的错误看法 我们也都要面对一些 现世的意识形态的挑战 要面对在祈祷之中的挫败经验 也都要面对我们的意愿 未被垂听而感到失望 我们也都要面对分心 以及枯燥的困难 我们更要面对祈祷之中的诱惑 很多时候每当我们开始祈祷的时候 成千上万的紧急工作或者是焦虑 总会优先地出现在我们的眼前 这个正是缺乏信德的表现 而另一种的诱惑 当然是我们的傲慢和自负 子女般的信乃 由于上述种种所面对的困难 再加上我们会认为 我们所祈求的 未蒙谁寻而放弃祈祷 那我们就要自问 为什么我们以为我们的祈求 未蒙谁寻呢 我们的祈祷又怎么样蒙受谁寻 才算得是有效呢 相信只有子女般的信乃 才能够克服上述所有的困难 我们为什么会抱怨 我们的祈祷 未蒙谁寻呢 当我们赞美天主 或者是感谢天主恩惠的时候 我们不会担心 我们的祈祷能否终于天主 但是每当我们要求 要见到我们求恩的结果的时候 我们就可能会抱怨 我们祈祷是未被谁寻了 我们要苦心自问 我们认为推动我们去祈祷的天父 是一件被利用的工具 即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天父 雅各伯书提醒我们这样说 你们求而不得 是因为你们求的不当 而圣奥斯定 在他的书信集之中 也都这样说 你若没有立刻获得 你向天主所求的 切勿自扰 恩着你的恒心不懈 而同主停留在祈祷之中 仁慈的主 其实愿意赐给你更大的好处 天主要我们的愿望 在祈祷之中受到考验 是要准备我们去接受 主早已准备好 要赏赐给我们的恩惠 如何使我们的祈祷有效 耶稣是祈祷的典范 耶稣在我们之内 并皆和我们一起祈祷 耶稣代替我们 并为我们的利益祈祷 而所有的祈求 都一次而永远地 被收纳在十字架之上 并在主耶稣的复活之中 蒙受天父所随昏 圣子的心 只尋求父所喜悦的 这样 我们作为子女的祈祷 又怎能够太集中在恩惠之上呢 基督徒的祈祷 就是要与天主的眷顾 与天主爱的计划相配合 如果我们的祈祷 满怀子女般大胆信赖之中 劳不可破地 与耶稣的祈祷结合一起 我们必定会得到 因主耶稣基督之名所求的一切 求主坐右我们 能够借着天主教教理 丰富和提升我们的祈祷生活 求主引领我们 在祈祷之中去反省 去认识耶稣基督的爱 并与耶稣基督结合为一 我也要看着 我们的祈祷 感谢您的祈祷